为何痘痘难根治?已经很努力战斗了,却还一直反复长痘痘 有项大型的双胞胎研究调查年龄18-79岁之458对同卵双胞胎 与1099对异卵双胞胎姐妹,其皮肤搓疮状况 结果发现同卵双胞胎姐妹中两人同时长痘痘的比例大于一卵双胞胎姐妹 发生挫疮与否的移致率同卵双胞胎为0.65,一卵双胞胎则只有0.28 该研究结论分析皮肤长痘痘的原因遗传因素占81% 其他外在因素包含环境、饮食、化妆品等只占19% 另一项139对双胞胎的研究也证明左窗与遗传基因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双胞胎皮肤都发生痘痘问题的比例是64% 高于一卵双胞胎的49% 所以为何痘痘难根治天生遗传基因已注定 这是否就从此拿痘痘没折了? No 根据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目前找到与痘痘相关的基因SNP位点有27个 虽然这些基因位点与挫疮发病的详细作用机制 还有待深入研究 不过基本与内分泌、细胞讯号或免疫发炎反应等调控机制有关 最终不脱离痘痘四大成因图境导致痘痘爆发 因此若不幸属于天生遗传痘痘肌肤质 运用去角质、控油、抗菌及抑制发炎反应等抗痘基本策略 依然能发挥作用 只是抗痘成效可能相对慢些 需要更多耐心等待 另外就是 得比其他人更注意平日的生活饮食、作息与保养 避免你的易感肤质 让痘痘有机可衬 给一点颜色 就大开染方 满脸痘痘 当然科学界也以针对基因疗法 展开研究 利用调控基因技术 活化或静默讯息 来从源头根治相关皮肤问题 虽然到真正市场应用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发挥的效果很令人期待 例如最近自然期刊的报道 虽与痘痘无直接相关 有研究团队利用转录因子技术 重新编程 让小鼠皮肤伤口中的细胞 直接切换成皮肤干细胞状态 促进伤口愈合修复 未来透过类似的技术 也许有一天满脸豆花将绝肌 豆豆肌肤 从此不用小心翼翼过日子 可以放心吃香喝辣 玩通宵 感谢收看本集20理论系列 如果喜欢本影片请帮忙按赞 分享 订阅 加铃铛 成功的配方来自20%的理论 加上80%的实验 现在理论已有 就等你去实现 专属你的美容保养配方 记住 科学在于发现 不等于信仰 理论可以被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